这是余涵超 他和郑龙半场结束之后 由左右换位 但是球想突破被尤里断掉 这一下砸在球上应该挺疼的 但是尤里若无其事 起来继续过人 而且过去了 尤里有点拼得火气上撞 两个人之间互有动作 当然尤里的脾气更大 造成了场上的群殴 桑托斯上来和郑志的对峙 造成了混乱 这个事发地点就在 恒纳的替补席前面 恒纳的教练组一拥而上 把大家隔开 过去这边李冲满指导也上来 把自己的球员往场内推回去 桑托斯脾气一向是非常大 之前几场比赛咱们也见识过 这时候给自己的巴西老乡出头 上来就冲着郑志而去 看这球 桑托斯被推了一下 砸在球上 这下本来就应该挺疼 但是起来以后穿过了三人的包围圈 郑志过来断球 桑托斯其实几下都有犯规动作 哎呦 郑志踩到了桑托斯的腿上 这个不好 怪不得桑托斯 后来其实刚才办动作 没有交代完 这个尤里最后也有提郑志的动作 两个人应该说如果这些赛后看录像的话 都有被追罚的可能性 当然暂时这场比赛 赛中的判罚 艾坤是给了上来出头的桑托斯一张黄牌 郑志和尤里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 郑志刚才那个踩尤里的动作确实不太地道 当然尤里自己在之前的拼想当中积累的火气 哎这边 郭拉特进行区被断下来